小编原本是不想再追如意泉了 一是刚被掩写攻略洗完脑 不太能接受白月光 突然变成了月泉石 二是看了两集 真的被老龄化选妃给雷倒了 这究竟是选妃啊 还是选太后啊 如意转周迅43岁 胡特42岁 董杰37岁 张军宁35岁 童谣31岁 李钦26岁 但是对于周迅选歌小编 还是有很大期待的 也是难以割舍的 由远了几天 重新入坑 一如很多真爱粉 把胸脯拍子承诺的那样 熬过槽点满满的前面几集 后面就渐入佳境了 随着宫斗情节不断推进 节奏还是很抓人的 一扫刚开拨持了阴霾 豆瓣平分也开始赶超延起攻略 看来在围观别人撕逼这件事上 如小编一般的吃瓜群众 一向都是能不计前嫌喜闻乐见的 但是精彩归精彩 总觉得哪里有点隐隐的不对 剧情已过三分之一 按理各种争奇斗眼的招数 也都应该出路端倪 但是貌似各宫娘娘的唯一沉迷的只有一件事 生孩子 没贵人生玩一贵人生 一贵人生玩家贫生 家贫生玩海澜生 有能力生的拼命生 没能力生的也要想方设法 弄个别人生的塞到自己宫里当先生 做台药药天天喝 节欲守欢也要治日代 就连主角如意的失宠与负宠 也和生孩子有关 进冷宫是因为怀胎中毒 出冷宫还是因为怀胎中毒 刚开始小兵还以为只是一次性事件 谁知这一生就升到了三十几 几乎所有嫔妃的智商 都用在了为自己怀胎和为别人打胎上 整个后宫就犹如一个四角朝天的豪华养殖场 肚子成了考核嫔妃的唯一KPI 什么美貌才华 什么尊卑贵贱 不存在的 怀了胎的就能是宠儿骄 怀不上的只能如做针毡 生了阿哥的就能遗止气势 生了怪胎的只能寻死灭活 母婷子贵四个字 在这部剧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演绎 后来想想 也是明白了皇上 为什么明知慎贫卖主求荣 还要收入后宫 经常翻牌子却又不让事情 除了要留着为先妃喜愿外 谁说又不兼具党先牌的作用呢 不过历史上的乾隆皇帝 一共有十几个儿子十个女儿 by bwd6